新竹科學工業園好像沒什麼受到地震影響 但其實這裡停電了超過40個小時 昨晚起 科學園內284座生產電腦和通訊等多種高科技產品的廠房 開始恢復供電 這間全台灣最大的電腦掃描器製造商 清晨起立即恢復頭產 總經理說 他們每日平均生產3、4千台掃描器 停產兩天已經沒有了6千萬新台幣 但目前電力公司是分區分時段供電的 他們隨時又要停產 科學園內受地震影響 損失最嚴重的其實是生產半導體的公司 因為生產半導體的時候所用的酸氣 可能因為地震而洩漏 腐蝕半導體和污染生產線 不生產線要幾天才清理得好 一間公司一天可以損失幾千萬新台幣 科學園管理局局長就說 目前整個區只是有四分之一的電力供應 經濟損失可能高達數十億元新台幣 生產過程上面產品的損失 我們估計大概差不多是五億到七億之間 然後每一天生產力的損失 大概差不多在五億左右 科學園管理局表示 正和電力公司密切聯繫 希望這裡可以在未來的星期日 完全恢復正常供電 亞洲電視記者 梁麗尚在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報道 休息一會兒回來做個… 參加預演 這個碗 不是 已經足夠了 不過… 走… 參加預演才有三五塊錢 你還怎樣 我說呀 咱們以後長得跳舞呢 就得長得出名的 要不就是專業的 你像這個 還是少來 我去給人送點吃的 一晚上夠不容易的啊 來一隻 好… 謝謝我不回應 好… 你們是專業的還是業餘的 我們就算業餘的吧 因涉嫌非法裂捕 法庭上公訴人 陳述了王寶寶的犯罪事實 四月四日被製造前 國安區西部公園聯合派出所 甘金和野貓牛隊員抓獲 並親自加持追殺 贈禮 在共同團隊過程中 其次要做人 本人為了維護社會管理秩序 西部的投入就比較少 令到兩個地區 無論在經濟發展 和人民生活的差距都越來越大 當局承認發展不平均 但又無可奈何 你即使啊 給貴州沿海那樣的政策的話 貴州的發展絕對趕不上沿海 現在這個速度 為什麼呢 它地的位置出現了 交通不變 那麼東西進不來 加工的東西出不去 這樣的話 外上就不能 就不願意在你家來投資 樓方人說 目前有深圳、寧波、大連和青島四個市 提供了近四億的資金和物資 輔助貴州的發展 他相信透過沿海邦內地的方法 最終也可以令到中西部地區富起來 中國的票券 將會成為歷史的回憶 亞洲電視記者羅鎮邦在貴州報道 接到第一時間了 下午背外圍賽 下午在深圳和平安隊踢友誼賽 不過就發生球員打鬥事件 賽事是被迫腰斬 當時港隊落後緊0比2 亞洲旅排錦標賽 分組初賽今晚結束 中國以3比0贏了澳洲 紅衣的中國由於贏了南韓 已經肯定獲得四強席位 這場對澳洲只差少了第一名 因為初賽成績帶入覆賽 所以每一場比賽都不容猶失 中國隊昨晚和南韓撫戰了五盤 體力怎麼都有點下降 不過這場對手澳洲實力始終較弱 所以中國順利以25比4